李渊十二个女儿 甚至就连为皇后 太平公主都未能在史料中留下本名 不过史基对淮南公主的记载并不多 她的生平事迹 主要鉴于封延道给她写的墓质礼 根据墓质的记载 李承霞虽为皇女 但是她的品德极好 不娇奢淫义 不蛮横跋扈 生活作风简朴 实大体懂礼仪 雷承霞并未仗着公主的身份 在夫家飞扬跋扈 她对丈夫以礼相待 对公婆极尽教导 对孩子严加看管 雷承霞喜欢阅读古籍 卯次她看到南朝的词婚表时 有感而发 前朝的公主为何如此飞扬跋扈 这样的作风简直是尽诵两朝的耻辱 此后她将这份词婚表 这种皇帝专属的信件 具有命令的意味 很少会出现魔棱两可的情况 不过 李治却在诏书后特别提到 若淮南返京路途险阻 就不要大费周折地赶来了 逐渐李治对姑姑的尊敬 展开全文 就连气势凌人的五妹娘 都对淮南公主高叹一眼 在听说李承霞卧病在床时 五妹娘亲自挑选御医 派她们前往淮南的为李承霞诊治 自周人对淮南公主的感情十分深厚 李承霞过世后 当地人家道相送 痛哭不已 淮南公主目指在西安碑林全集 一百九十六卷一千零五十三页 除了知道她的名字 台行 升族年外 还显示出淮南公主善谈琵琶 随若唐出佛教盛行 李渊早年曾信仰佛教 承霞受到父亲的影响 从小就接触佛学 尤其喜欢佛教的音乐 类承霞很有音乐天赋 她在三岁时见人演奏琵琶 在扇面上模仿着弹奏桥区 在她五岁时 因为手指够不着贤助 便请人帮自己碾弦 演奏达摩之和无仇子 李渊对此则则称奇 李承霞七岁时 李渊请宫中的乐室王长通教授公主波乐 李承霞仅用了两天时间 便掌握了这种乐器 李渊大喜过望 让所有嫔妃当观众 让李承霞表演波乐 在演奏过程中 李承霞尽没出现半点失误 嫔妃们无不赞叹 有一年 皇宫中举办于兰盆会前夕 王长通奉命教淮兰公主演奏秋辞佛曲 在法会当天 李承霞当众演奏了这首秋辞佛曲 观力者听得如痴如醉 识人赞约 其余抽谈之音 实为绝妙 据淮南公主本人所述 只要她听到了音乐的前奏 就已知道曲子是什么 是为声音异解 文集自知 李承霞 那文学素养也很高 她常常对旁人说 妇女的德行和李杰与读书无关 但我不想做一个无知的人 在为儿子进行启蒙教育时 她亲自传授诗 书 义 论语 累成侠精通经史 涉猎的知识面非常广 在写文章时游刃有余 往往一蹴而就 须有偏识 提笔集成 李渊在皇宫中举行认会时 为了助兴 让女儿作诗助酒 淮南公主不假思索 脱口而出 今宵送雇 名单迎新 落一扇机 年来庆珍 愿梅开花 喜悦炎竹 挺翠寒云 二圣欢愉 百福九足 献寿千春 李承霞的墓制 并不像其他墓制一样刻板 其中 充满了情真意切的追忆 由此可见 丰延道和淮南公主的关系和睦 而且 对夫人的人品作风推崇被指 淮南公主的墓制 于2003年 被考古学家发现于淮南墓 书写着墓制的墓碑由青石雕刻 图案精美华丽 整篇墓制共计2100字 是现存字数最多的唐朝公主墓制 不过 淮南公主的墓碑上 可有大周顾淮南大长公主 墓制名十二个字 其中 周这个字明显是由唐字修改而来 那么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是因为淮南公主过世时 正值公元690年 这一年正是五周初年 在淮南公主过世时 武则天尚未登基 不过 在她下葬后不久 武则天就已完成了窜堂 资川当地的县制 并未出现 关于淮南公主与她丈夫封言道 按理说 以这对夫妻的知名度 理应在县制中垂名 但是 我们无法从县制中 找到任何关于这对夫妻的记载 笔者认为 这很有可能 使封言道在资川做官的时间比较短 所以 他们夫妻的姓名 才没有出现在县制中 其实 中国的史书对待女子的态度 至五代为之一变 五代以前 某些皇室女性则会在史料上留下她们的名字 除非 像前秦的毛皇后那样 由于前秦存在的时间 极短 历史记录未必完整 而没有留下姓名的 但是 到了宋朝以后 女子的姓名 就不再公开记录在史册中了 这其中 越是尊贵的女子 越是如此 反而是所谓的女为 往往在史书上被知乎其名 参考资料 大唐故淮南大长公主穆志明并去 唐高祖李渊第十二女李承侠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